台中捷運金船隨機砍人事件 上午11點03分 一名紅心男子從水安宮站上車 在車廂內亮刀 乘客嚇壞了紛紛躲避 不過這時候又有見義勇為的民眾 衝上前想要搶下刀 與嫌犯發生了激烈扭打 整起事件總共有三個人受傷 而警方是在11點17分的時候 逮捕了嫌犯 查扣三把作案凶器 分別是一把中式菜刀 還有兩把水果刀 而進一步追蹤發現 前一天紅心男子就從高雄到台中 駐汽車旅館 而5月21號又是鄭捷在匪捷 隨機殺人10周年 臨起巧合不排除他是日謀犯案 台中捷運出現鄭捷翻版 紅心男子持刀隨機砍人 有人搶向他手上的刀子 沒想到他又拿出一把刀 朝車廂另一邊的人衝過去 你快點下車 我就下車 前環保署長衛國燕也在車上 他驚險閃過刀刃衝下車 這時已經有人大喊有人持刀 警方到場時紅心男子手上有多處傷口 已經被制服躺在地上 没想到他被押到捷运站口时 突然失控大声喊痛 他手用力挣扎脚还猛踹 崩溃吼叫 但乘客比他还崩溃 因为有两个人因此受伤 紧急送医 我们在最后车厢 一直惨着说大家快逃快逃 所以我就跟着逃 20岁红信嫌犯11点03分 进到水安公站13分上车 一上车就有两刀 警方17分逮捕嫌犯 捷运经婚约4分钟 1秒入1年 目前是不认识我们受伤的民众 至于说他的动机的部分 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厘清 不愿意定义这是随机砍人 因为郑杰在台北捷运随机杀人 是在10年前的同一天 就怕红星男子是模仿 尤其他前一天搭车 从高雄来驻汽车旅馆 警方还查扣三把作案凶器 分别是一把中式菜刀 跟两把水果剪刀 不排除他是预谋犯案 记者中部 最后报道